用四個字來形容 叮叮點心 素菜餃用六個字來形容 衰過叮叮點心 沒有變道的包括 藍莓芝士品檸檬、蛋麥、批甘筍、順蛋糕、Tiramisu、異色、奶凍咖啡、忌廉、脆脆芒果、布甸、香茅、菠萊子、忌廉等等 好鹹喔 好鹹 大家好 較早前我試過日冬酒店 很興奮The Esther的自助午餐 這次就趁著它還沒轉主題 試試自助晚餐 這樣就可以直接比較 至於午餐有什麼優點缺點 我在上一條影片都提過 如果有興趣的話 記得按右上角去看看 今次主要講一下午餐和晚餐有什麼大分別 還有試試上次趕不知識和吃不到的東西 先講講這裡的收費 假日午餐成人是$378元再加日 而晚餐就是$618元加日 哇差距都很大 我們就順便看看是否值得 唉沒辦法 唉狂啦 但格局基本上沒有變 我們只要順著上次自製的平面圖順序去講 首先第一個熱盤區 食物款式非常相近 但是看得出檔次稍微比午餐高了一點 例如它沒有了菠蘿炒飯 XO醬炒蘿蔔糕 辣酒小龍蝦 以及幾指爬冬瓜 取而代之的是 新加坡咖哩魚頭 椒葉燒雞 辣酒東風羅 以及馬拉棧炒通菜 咖哩魚頭相當野味 但是魚頭好大角 整個螺子又不是 隔眼筆就會弄得支離破碎 這個就是椒葉燒雞 哇賣相我就給100分 它很巧妙地用了不同的香料來做裝飾 不過原來只有它的樣子 雖然看到有少少醬汁 但是味道很淡 好像沒有醃過的煎雞扒 辣酒東風羅 OK的 有少少辣酒味不重 但是羅是新鮮的 馬拉棧炒通菜 很有鑊氣 好惹味 但是只熬了半場就被人換了做秋葵 而魚就變成了毛骨魚柳 味道類似紅魚柳 個人就覺得挺好吃 燒味在款式和味道上都跟午餐沒有分別 有分題 燒鴨 叉燒 和油雞四款 有看過上一條片的觀眾都應該知道 燒味是反而有驚喜的 是值得吃的部分 但是整個區域來計 review的速度依然都是很慢 第二個熱盤區 沒有了蒜蓉炒發邊豆 和很特別的蘋果會豬腳 取而代之是正常味道的 仿卡邦尼意粉 牌裡是寫忌廉意粉 所以其實就是白汁煙肉意粉 湯是西蘭花忌廉湯 和上次一樣的review速度奇慢 我今次就好彩喝到 忌廉味都很香濃 但是感覺完全沒有鹹味 不知道是不是忘了加鹽呢 番茄茄子新豬肉就換成了新豬肉西蘭花 味道都正常 月色炒牛肉 質地像牛辣條 牛味香濃 而且汁微微酸甜 都幾開胃 烤番薯今次多了些核桃 上次就好乾好硬 今次就蓋上蓋子 就好像乾完之後 再給倒汗水弄濕 感覺就更加奇怪了 上次都有的月色豬扒 月色咖喱雞 香茅豬腩肉 和芝士新豬肉炒年糕 香茅雞肉上次是完全沒有味 今次再給它一次機會了 嗯… 還是算了 完全沒有變過 烤肉台老實說我是非常失望的 和午餐是零分別 起初以為晚餐的級數會有少少提升 但如果會變下牛的種類 或者甚至有羊扒、羊架供應 結果都是菠蘿、西蘭和豬腩肉三款 阿豬厲害 你是不是想玩東西啊 所以我就不多說了 第三個葉盤區轉變稍為大一點 冬藍亞菜色 除了冬蔭公和蒸烏頭之外 其餘都不同了 冬蔭公上次已經夠了味、夠了鹹 今次變得更鹹 好鹹喔 好鹹 好像你這樣 其餘食物也是那句 檔刺差不多 只是肉類的比例多了 還有一刻走出去 剛好有限量供應中泰式燒龍蝦 醬酸酸甜甜 感覺類似帶泰式風味的芝士蛋黃醬 味道不錯 而且肉質比起主打龍蝦的均月酒店 茶園更鮮嫩 馬三文咖哩牛 椰香味挺重 辛巴炒蝦都挺野味 不錯的 沙爹肉串我就試過豬肉 多汁鮮嫩 而且沙爹味濃郁 值得一試的 椒葉燒魚 一道星馬菜 一般將魚肉和大量的香料打碎了 鋪在椒葉上燒熟而成 這裡類似豆腐渣的質感 無論是魚肉還是香料味 我都覺得不太到位 一般般 泰式燒虎蝦都OK 而且蝦殼已經是脆身了 我整隻就這樣吃 泰式肉碎 有點像蒜蓉炒肉碎 似乎是無加九成塔的版本 稍微遜色了一點 反而這個印度薄餅很香很好吃 也有上次有的青咖喱雞 同一個區有中式粉麵和點心 我這次終於試到了 中式粉麵可以選擇的配料和午餐完全沒有分別 其實都是平時打火鍋會買的現成貨 所以沒什麼特別好說 麵底我選了生麵 它有幾款湯底可以選擇 我選了最穩陣的清湯 湯想不到它很鮮甜 而且麵綠得剛剛好 爽口單牙 味道整體來計更好 還有粉麵店 另外它給人選擇的醬料好多 連對我這些喜歡加鹽加醋的人來說 都覺得有點過火了 因為我覺得連清湯都夠味 根本不是很少再加醬 料我醬料是配點心的 但點心和午餐一樣 只有三款那麼大把 我每款都要了一件 珍珠雞和牛肉燒賣用四個字來形容 丁丁點心 素菜餃就用六個字來形容 衰過丁丁點心 皮非常厚 但它的餡也很少 而且味道很寡 哦 謎底已經解開了 醬原來就是用在它那裡 第四個月盆區有天婦羅和燒蜜 天婦羅基本上都是差不多 款式有點不同 但當設都是差不多 例如秋葵變成魚衣金藍 另外也有天婦羅炸蝦 但只出現了一次 炸就炸得很好 外脆內軟 而且不太油膩 但無奈呢 蝦始終是急凍蝦 就沒什麼味道了 這個就是魚衣金藍 燒蜜就少了燒青魚 但多了燒牛肉串和凡鴨背 不過凡鴨背又是出去這麼多次 只見過一次這麼多 似乎要撞口運氣了 牛肉質素不錯 不硬而且挺夠味 凡鴨背就正常啦 不是特別鮮甜 第1個冷盆區 壽司的問題很嚴重 雖然雖然還沒熟 organ find is very strong 而且好像按得很用力 全部都看起來很執odox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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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 上面的三文魚和墨魚都正常 炸蝦犬多有點熟 炸蝦層品 會不ые 而且很緊 難怪每間的自助餐 przeci's way 都沒我çd 而刺身的檔刺就明顯比午餐高 午餐有三文魚、臘魚、欺凌魚、白爪魚和北記貝五種 去到晚餐,三文魚、白爪魚和北記貝都照有保留 不過三文魚換成魚腩 臘魚和白爪魚雖然消失 但取而代之的是甜蝦、油甘魚和吞奶魚 還有中段才開始供應的帶子刺身 甜蝦質素多高,鮮甜爽口 油甘魚油脂分布平均,而且好重油香 絕對是必食之選 吞奶魚始終應該都是赤身,好淡 帶子都鮮甜,但質地好奇怪,入口即溶 沒有一般帶子香香的感覺,我就一般 三文魚腩就好香爽口,都是值得吃的 第二個冷飯區 沙律的款式就無多度 而且六款當中的兩款不同了 我想就未必關午餐晚餐的分別 純粹是每日會轉一點 今天就有個廚師沙律 吃得出應該是泰式金邊粉白菜沙律 看上去好頹,但吃上去好有驚喜 白菜醃到酸酸甜甜的吃起來好開胃 麵包、芝士、火腿和午餐的分別近乎零 而且亦都是沒有風乾火腿 又去到大家最期待的凍海鮮了 的確,凍海鮮區是這麼多個區域裡面改變最大的 午餐有小龍蝦、青口、蝦、蟹和龍蝦鹹 晚餐蟹就換成長腳蟹,而龍蝦鹹就換成龍蝦 另外加了翡翠螺和琵琶蝦 和午餐一樣,小龍蝦都有些鮮味 青口依然零味道 蝦一樣鮮甜 而不同了的長腳蟹 感覺就偏瘦,而且味道很鹹 其實長腳蟹這個時間很多地方都在斷貨 所以我就寧願它不供應 不過龍蝦鮮甜爽口,而且有很多膏 又是另一個必食之選 比翠螺都不錯 琵琶蝦雖然肉質鮮嫩 但味道淡一點,我就覺得一般 生蠔和午餐一樣瘦 而且一點沒變的就是近乎每一隻都有碎殼 看來每天的水準多穩定 自助沙律巴我上次就不夠時間試 今次就試到一點 最令我深刻的是醬料架 大部分都是醋和油 而且還有整支原裝的放出來 好像我這些喜歡煮食的人就很喜歡 感覺的透明度很高,而且有點狂野 雖然有些人應該會覺得餐廳太頹太懶 另外牙枝竹配白蟲露油也不錯 而飲品區都是零分別 有四款特飲 每人每餐限用飲品券一杯 因為同行也有幾個人去吃 所以我就試勻了 除了美六恐龍之外 其他幾樣都是偏甜的 整體來說我就覺得一般 甜品和午餐一樣都是很近似 數量一樣,連款式都近乎沒有變過 沒有變到的包括 藍莓芝士餅檸檬蛋白批 甘筍蛋糕,提拉米紙耳式,辣凍咖啡忌廉 脆脆芒果,香麻菠萊椰忌廉等等 所以就不多說了 但上次檸檬蛋白批被人拿了 所以吃不到 所以今天決定第一碟 腩盤也未吃的時候就先吃了 味道不錯,檸檬牛油鹹偏酸 上面幾甜的蛋白可以減低酸度 撻皮乾身有牛油香 但感覺就像現成的撻皮 不同的是有一款朱古力蛋糕 變成了玄米茶白桃蛋糕 淡淡的玄米味和白桃味 和忌廉幾乎 但不可不提的是 這裡的甜品太沒有變化了 蛋糕通常都是一層慕士一層啫喱 再加一層海綿蛋糕 其餘的不是慕士就是布甸 所以檸檬蛋白批已經算比較特別 但其實跟甜品比較好的自由餐比較 只是好一般 建議做一些酥皮類的甜品 另外麵包布甸也挺特別 有些忌廉雞蛋吉士的感覺 其實跟上次蘋果甘寶有點像 松露朱古力就有酒心 酒味都挺濃的 我覺得挺好吃 還有餅乾糖果就很普通 龍眼糖水我覺得喝得過 糖水還好喝過特飲 話說前陣子做的優惠 餐廳為了所謂鼓勵客人去打疫苗 所以凡是全台客人打齊兩針新冠疫苗 以後出示證明的就可以獲得全台八五折的優惠 作為一個香港人 有好處當然要盡力拿到它 我們同行八個人 有一位是未夠十二歲的小朋友 所以什麼疫苗都沒辦法打到 而另外七個人就全部打齊兩針 訂座的時候 客服完全沒有提及這個優惠 我都是訂座才知道 再打開問回客服 客服表示無論什麼原因都好 只可以全台打齊完才可以拿到這個優惠 而且訂座之後就不能再分台 所以我們那天僅僅是因為一個小朋友 而令到同行八個人都沒有優惠 如果做優惠做到這樣 我寧願他不要做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like share和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如果想給comment 記得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下條影片見 吃我的網友 我們要準備伴見 第五個黑個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